瘦洗烧 你们说日本最老的瘦洗烧店它还在吗 这是一个疑问 但也是一个很值得寻找的答案 我最老的店在京都 家店叫瘦洗锅 啊 1864年就开了 前菜是一个芝麻豆腐 就这个东西在京都特别流行 熟食开胃 特别的滑嫩 先是一块牛油润一下 然后撒上白砂糖 非常关系的做法 然后在白砂糖还没有化开的时候 铺上牛肉 A5的和牛就是一个蛋 煎一下之后再倒入酱汁 听着锅从滋啦滋啦的声音 变成了咕噜咕噜的声音 看着和牛从红白相间变成了棕色 看着我从110斤变到了130斤 然后我们开始搅鸡蛋 真是肉汁大 一口吃不下 我发现这个蛋液的作用 不仅是让它变得更滑嫩 主要是给那个肉片降温 他们家的瘦洗烧特别的清新 不会太甜腻 说着第一口不吃饭 但我还是没忍住 而且他们家的酱汁没有那么抢细 所以更加突出了 它和牛油脂的那个甜味 不愧是老店 非常好吃 就是有点费钱包 姐姐接下来会在锅里放摸鱼丝 大葱还有豆腐 第二口下去仍然很满足 滑蛋牛肉和米饭太配了 暗机推荐指数 9分 看玩意儿